绝华岛队的孟太林六段 对阵中信北京队的陈耀叶九段 这是双方的主将之战 好的 这肯定又是一盘精彩的对局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 黑棋是孟太林 孟太林这手伙子也很强 对 是的 也很强 刚才我们节目最后给大家介绍了 一串我们优秀的棋手 孟太林也是一位 是的 是的 他为去年辽宁绝华岛队夺得冠军 肯定了立下了很大的汉堡 对 是是是 好 我们看 黑棋是孟太林 当然陈耀叶就是年轻的高手了 天元 天元 黑棋 尤其是陈耀叶他有一个这个小故事 我们的今天看咱们这个节目的棋友 如果回头待会看完了之后 有兴致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前几天 进行的唱棋杯比赛当中 陈耀叶就鼓励了一盘 就内盘棋 就是可以说是 现在的棋呢 他都是战斗很精彩嘛 内盘棋可以说是在最近这么多精彩棋局当中 可以说得上是最精彩的 您指的是他的战斗 战斗 战斗 非常惨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陈耀叶战斗到最后 后来他这个头脑很清醒 对 时空还是领先了 他赢了 这唱棋杯本来就很重要的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陈耀叶战九段他的棋呢 本来力量很强 但是他呢实际上是比较平衡的 对 他大部分时候不是靠力量取胜 不是靠力量取胜的 我想说的是就是通过那一盘棋 鼓励呢又是一个巨大的目标 同时鼓励又是天元赛上陈耀叶的手下败将 那么通过这盘棋 陈耀叶一定是在感受战斗这个方面 一定有升华 我就说他一定有升华 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一个小故事 如果说他能在战斗中不停的升华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会越来越强大 对 他就因为他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 好 我们接下来看 哇 又跟我们刚才那个一样 哎呦 现在流行的是这个 刚才那个就是 到了个方向 然后那边是个小木 对对对 刚才那个在上边 刚才各位还记得吗 我给大家说了两个文章的题目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行 我们仍然不研究 下边一招棋 白棋是这 那两部棋是王老师自创的吗 我没有看到过 对对对 就是我最早看见他这个出来的时候 我不是自创的 因为还不能证明他可行 只不过我简单摆了几个遍 而从思考方法上来说呢 尤其是这个尖冲 从思考方法上来说 我们以为他完全不行 但是考虑到有这个棋子 他实际上是可行的 其实我刚才看到您摆上去的时候 我还在想 是不是 王老师是不是不是这个局面 还是怎么回事 我有点吃惊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啊 因为我们在这大棋盘上给大家介绍棋局嘛 也这么多年了 20多年了前后 这个大家也各种反应都有 那么我们介绍棋局的这个围棋工作者呢 也是各种风格的都有 有些也许可以说出斩钉截铁的结论 但是至少我不行 因此呢 我就觉得你提出一个标题来 大家能够考虑这也行 是不是 这样也是很好的一种促进 好 他到这来分头 黑旗走这个 白旗再到右边拆 黑旗小飞 小飞 这个就不说了 这是他们的一些套路 这倒是挺常见的 对 一起压一个 压一个 白旗冲一下 一退 再拐到脚上去 是吧 黑旗长 对 这个就是最近在右边 出现这种阵型的时候的一种套路 黑旗呢 取得了一定的外势 白旗活得也很舒服 黑旗再跳起来 对 下成这样之后 有一些线索 哎呀 这个线索都说不清楚 整个这个结果呢 黑旗它感到比较满意的 有一个 就是说我刚才啊 在限制你从这边过来的 这个旗的选点 到现在为止来看是最好的 它比这个好 也比这个好 对 因为离人家后的东西 要远一点 对好像远了一点嘛 但是呢 它仅仅以这一点就为满足 认为这个变化 它就便宜了 那这个都不一定 这个很 很啰里啰嗦的 有很多线索 拎不清楚 就是我们围棋是这样小球 就现代围棋啊 第一个是怎么着都可以下 就你下什么都可以 哪怕你亏一点都没关系 第二个呢 是很多是不是亏了 是不是便宜了 这些东西很难证明的 是的 是吧 如果要抬杠的话 尤其是棋手当中 他自信非常强的这些 你要说他什么地方不对 那是完全 就是撞在枪口上 他一定要跟你摆到底 他要证明他是对的 第三一点呢 就是说对于善于学棋 善于学习 愿意学习的人来说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就好多棋 他都可以研究 好多人的意见 他都可以参考 而不是死抱着 我下的就是最好的 这个东西不放 就这个意思啊 现在这个棋就是一盘棋 白棋点 白棋点 对 适应手 这招棋对很很有意思 黑棋既然要接 那当然就是白棋便宜了 是不是啊 黑棋如果不接呢 这又涉及到一些变化 他没有一招可以松的 他被人一穿 一穿 更麻烦了 这个呢又松了一点 被人家一断 这里头 你不能非只能尖 这个杀器应该是比较困难 是不是啊 你一尖 他就挡住 靠下去 对 如果你在这儿呢 要好一点 你可以直接就贴在这儿了 现在这个不行 你顶着这儿是个假棋 这是假的 待会儿它可以拱出去 它现在就拱 所以呢 看来他们认为 这个点能点到 但是能点到呢 总是白棋便宜了 白棋直接就飞 直接就在这儿动手 好 所以动手 孟太林呢 下一招就尖 所以尖呢 就是限制你不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 我就给你咔嚓 如果你不能走这个 将来你只能走这个呢 我这个是过的 我是连上的 所以它这个尖呢 就有这个好处 但它的坏处呢 就是白棋这个挺 黑棋这一代必须要放 飞起来 飞起来 对 25 然后白棋26 再跳 它好像看起来是在这儿 先清削了两下 对对对 然后回过头来 把这个脚一跳 一跳 就觉得可以了 就觉得可以了 你觉得怎么样 不太清楚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差不多 没什么 因为白棋这几招的意思呢 它是说 如果它什么都不走的话呢 我们不怕麻烦就拿下来 如果什么都不走的话呢 下一招呢 黑棋这个是一个最朴实的扩张 对 其次呢 它还有这个 就它这个纠缠着你 似是而非的 这个你有点讨厌 那么如果你不肯动静到这儿 说不定它什么时候还到这儿来了 那这个地方以后变化就更多 越张越大了 对 对黑棋就施展手段的余地更多 那么白棋呢 在这抢先把它定型 就已经固定了黑棋在这一线的下法 这样呢 它膨胀起来困难一点 但与此同时 当然它又失去了这边的一些变化 是不是 所以大体上差不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 整个局面上走 27挂 普普通通先走大厂 白棋也硬 黑棋也飞 这个棋究竟该飞 还是该大拆 拆回去 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 我呢 倾向于黑棋现在可以考虑拆回去 就这个又不飞了 对不飞了 保证我这个地方 三点成一线粘成一片 形成一个花架子 一个叙叙花花的一个模样 关键是远远的这一代啊 黑棋还有一定的成长性 把这两个成长性综合起来考虑的话 应该是黑棋可以做文章的余地大 如果你飞呢 就比白棋在上边从容给你划开的选择 如果他给你划开了 将来你这一代的潜力 要兑换成别的利益的时候 就不像刚才那样那么好 对 但是这个仍然很虚 没有什么大用 对胜负没有影响 白棋下一招 陈耀叶九段式 哇 刺 他在这儿来做文章 刺 当然黑棋共产典要接 哎呦 他在碰这个 哇 这么巧 我说陈耀叶有升华吗 他对于这个挖掘棋子间接触 他这个力量本来就很强 就内盘棋确实太好 是吧 我不知道我们天然频道介绍内盘棋没有 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可能没有 那个非常精彩 陈耀叶 事实上内盘棋开始到中间是鼓励是不错了 然后后来陈耀叶又取得了这个压倒的优势 结果呢 用力过猛呢 鼓励一条大龙又穿出来了 就是就像那个瓶子里啊 装了一个魔鬼过去的预言 你把盖子一拧开了一个魔鬼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呢 外边好像陈耀叶形势就烂了 到处紧着气就烂了 烂了之后他也坚持着 哎呦 太好了 待会儿各位去看看 那盘棋 所以经过那盘棋 陈耀叶对于战斗 对棋子接触 这当中的感觉 我觉得他有升华 陈耀叶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基本功特别扎实的选择 但是他的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是非常喜欢实地的 对手手实控 最后我们的领先一些 差不多 后半盘特别强 然后不走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构思 就是说本来我们说了嘛 这边怕他断 是不是他现在就有这个 是 你现在在冲变成鱼形 这一冲 你叫吃 飞气已经很难收拾了 对 下一步一跳 这个要命 吃掉了 你这边就要补一个 你这个不是最紧 那边还给他下了 那就有点麻烦了 他随便下了 可能 虎一个都行 打一个什么的 都行 招拔很多了 反正 他就把两者两边组合起来了 对 所以这个是他这边看上去 孟太林大概也没注意啊 说这个陈九段怎么回事啊 那么稳的 骑风的骑手啊 这是撞了 难道你要跑吗 这有什么好跑的 是不是 最没怎么跑头 跑出去是白旗无聊 是 结果呢 嘿 他又到这儿来顶 那阴边而边 只好这样 扎定 这也是对的 要打吃一下吧 不打吃了 虎 对 这个打不打吃 又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虎了 可能他觉得能下成这样 已经挺满意 挺满意了 就他这个又顶到了 把你裂开了 这地方是我觉得是好手 对 他这个下法值得推荐 嗯 下得很好 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骑行 嗯 那么不知道这盘骑下完了之后 这些年轻的 小将们 是不是会对这个局部又做出新的别研究 嗯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黑旗下一招 压 压住 白旗 陪着他跳 现在白旗隐隐隐约约想要 呃 不是一本正经的攻击 因为他随时一害怕就火了 对 但是呢 就是要欺负他 嗯 这边杀出一对旗 待会再把这个飘出去 呃 再让你二路连就行了 嗯 他紧追 那等于说黑旗这些后事 基本上已经 消弭于无形 也 虽是无形 但是呢 反过来说 啊 我们再说成家业这个组合拳打得好啊 对 反过来说呢 这个球弹 你这块也没活 你好归好 但是你也没好 齐没好 是的 思路不错 嗯 白旗再跳 事实再跳 嗯 为了把它走好了感觉 对走好了 黑旗下一招 哦 这个旗长 这个就说不清了 从形状感觉上来说 想搬 嗯 想搬 我们看看行不行 他挖 你吃 接 你在接 你要断我 我就冲你 这下来行吗 我冲这个 这个好像也行 是 你一挡我咔嚓 这不太好 是白旗 然后我待会实在不行 我这可以活 嗯 而且白旗针死不立 也针不掉 嗯 就感觉应该是这个啊 嗯 那么孟太林 他这个 这招起来就 有点松 松 但是是不是不好 我也不敢说啊 41 白旗 陈小叶 42 果然 他在这边 下的时候啊 他老子里就惦记着 我一定要抽身过来 把这个划出来 划出来就是 如果你啃 二路连 那简直就太舒服了 然后以后还能收刮 哇 还能收刮 这有点过 这有点过 嗯 行 我们看 孟太林肯定不会 就这么糟 一定要跳出来 42 43 白旗 44 又来飘 他因为要兼顾这一块嘛 是不是啊 是的 兼顾这一块 黑旗 45 飞 这个也吓得很凶 对 他坚决一副要反击 而且还要 其实熊熊好像要吃人家的 对 要拽着你 你一走他就扳 呦 他还没扳 哇 这个有点累哈 他先靠了一些 靠 嗯 然后真的是要把它闷进去 对 就你冲他要退 对 49 白旗50 开始在上边做文章 嗯 哇 跳 因为他这个如果说直接扳断了 气可能不太够 气可能不太够 面临杀气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他底下如果跳着一下 跳着 如果你要打他给你冲断了之后 他一焊接 是不是他这个气就可以了 对 啊 他气应该就可以了 嗯 但是呢 黑旗就一定会先冲 冲一下再挡 白旗的气有少一点 嗯 但你一冲呢 他有多一个回去的可能性 啊 他逻辑性在这儿 他就拉回去了 那回去了 嗯 嗯 嗯 这也形成了独特的战局啊 你觉得怎么样 嗯 还早吧 我总体来觉得 来讲我觉得 好像白旗还不错 啊 不知道您是怎么 差不多 我觉得还是差不多 就是白旗这个地方是比较狡猾 是 虽然比较狡猾 但是下层见了 总体黑旗这块 他没有伤 嗯 就他本啊 他的本没有伤 嗯 这块白旗仍然不是很安定 如果要我说呢 我主要是对这招旗有点怀疑 哦 或者就虎在这儿了 之类的啊 总的来说 差不多 让白旗腾不出手来走这边 嗯 现在54 55 给白旗 白旗现在挖了 56 嗯 因为他这有一个子了 57 58 接上 黑旗接住 59 哦 黑旗现在接外头 啊 他现在接外头 是 他不是接这个 嗯 因为你现在接这个 他要断这个了 是不是啊 所以他接外头 皮外头 但是这个形状 嗯 他就觉得你断 你就断一下 断我就在底下做活就是了 就做活就是了 对 他也不断了 嗯 他刺 嗯 陈小叶刺 这次保证这一袋啊 好像 有形状了 是吧 61 这厚厚的补 对 这样他是要断进去吗 他刺完了 他非 不断 他也不断 嗯 因为这个挡下来 还是很大 嗯 是吧 呃 这个形状有点怪 刚才要是在这儿的话 就差很多 哎 哪怕你断了 对 这个形状我感觉稍差 嗯 啊 飞 62 黑旗63 冲 白旗挡住 断档 65 断档 哎 这个也很大 然后给他薅掉 哎 这个能提掉还行 67 白旗 白旗存久 断是68 是不是 哇 赶紧的 划开 差不多 对 下层这样差不多 虽然局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 切磋一下 总的来说这个还是差不多 68 69 逼住 这个棋应该从哪边逼住是一个令人很困惑的问题啊 是 嗯 我 因为我比较害怕 所以我 倾向于走这个 呃 嗯 那白旗就拆二吧 你拆二它是二路踹 这二路飞不是正好吗 嗯 啊 我我这个比较害怕是什么呢 也有些地方说不清楚 小青你比方说这个地方 嗯 它是后视还是外视 我不太清楚 按说拔了一个子应该是后视 对 是不是啊 但是考虑到它将来有这个断 嗯 它这一带有飞出去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好像将来就是仅仅两眼活而已啊 是 这个白旗呢 它以后有可能会断 逼你在底下做活 也有可能跳下去 让你粘回去 对 所以它先保留了 先不走 嗯 等到需要用到这个断的时候 它就给你断了 然后供你外面 我们看他们的吧 嗯 总之它选择了这个 这边B柱 69 白旗70 这个车 那么下一招黑旗只能歼33 嗯 因为不然33被人家煎走了啊 这块旗没根 嗯 71 白旗72 改住 73 白旗74 退 好 这样白旗这块旗没问题了 嗯 如果它这块旗没问题 假设你这边变成后视 你的作用都不到 是吧 行 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们简单判断一下形式吧 看能不能判断啊 小球 我们来看看啊 白旗呢 这个地方的时空已经可以数了 嗯 是吧 这是8目 9目 10 11 12目 嗯 13 14 15目 没问题了 嗯 15目 然后16 17 18 19 20 21 31 32 33 没问题 343 算整数吧 7目 40目 嗯 黑旗的时空呢 应该没有那么多 这个地方是12 345 67 89 10 12 14 15 15目以上 加这一块是20目朝外 这一段算15目 35目 嗯 那一段不到10目 45目不到 嗯 白旗40目是有的 这一代有些潜力 这一代白旗也有潜力 嗯 全球看来是白旗稍好哎 对 稍好 不知道像陈耀业这样的骑手 是不是在这种局面下 觉得 安全运转一下就可以 就可以 他对掌控能力比较强 对 嗯 我觉得黑旗刚才这个 还是想从这边逼住 好 我们接动一下看 但是总的来说 仍然差不多 74 黑旗75 孟太林给他紧紧的盯住 嗯 在这定式的下方呢 白旗必须踢 77 78 再踢 这几刀都是定式 虽然刚才黑旗那个顶鼻子 有点像是好手 嗯 但实际上在定式的范畴 白旗在虚加 就这种形状呢 白旗长了之后 假如说黑旗脱先 白旗立马就把这个 对 对 那么你再顶的话 他接在上面 嗯 对他来说威胁就不太大 是 他不怕 对 好 他下边一刀棋呢 就冲一下 再贴回去 必须要补 不补 那这个活动不开 接住 白旗84 补上 然后黑旗要从这一线进去 84 哇 这个孟太林 还没进去啊 对啊 他 81 看 干什么去了 85 这个交换一下 是个应手 玩一下 看他接在哪一边 对 接在底下 接在底下 86 黑旗 87 哇 他是从这儿来的 从这儿来 嗯 他不认为白旗这个地方是外室 是不是啊 嗯 一般的感觉嘛 是从这一带进去 对啊 先破人家的空 应该怎么进啊 怎么进 也许是这样 走在这儿 嗯 四四而飞 走在这儿 你本手是这个了 回个 对 本手 现在嘛 你分起来算了 嗯 等一拍 先把你左边的潜力给你打掉 如果你不走这个呢 邱单元 他主要担心一个什么呢 你比如他以后他走这个 加他一下 啊 你得接吧 对 他得接 他在飞在这儿呢 这里头是谁的 嗯 我看这个 哎 你有这个吗 进去的话 可能有一定危险 你走在他冲 对啊 他就冲过来 嗯 等于他这个顶势先手嘛 是 对 你看他续续续续续摆成这样 你说那里头是怎么回事 谁的力量大 谁 但是白旗显然更好处理一下 对 是的 黑旗进去危险大 所以呢 我建议呢 普通的下方是从这一袋 先把它拽出来 这边有什么冲击再说 他又不会去补了 好 我们看他的啊 孟才林是刺 陈彦也当然是接 哇 这个直接就 他这个是一个大的战略 现在年轻人啊 他们都很厉害 大的战略是什么呢 这一块旗 你没有活透 好像 对 八旗如果说底下有些借用呢 人的街上面还是 没有 他就一冲嘛 你必须挡 他再随便补一个嘛 你这做不出两只眼的 嗯 他可以拼在这 就拼在这 对 这块旗可以活了 就故事令说 如果没活的话 他那个还有点力量 有可能点进去 点 那点的话不太好活 看起来 对 可以点一个 在他需要的时候 因为先点是亏的 因为将来假设 你被人家被逼无奈 你要接这个 这有个coda 你一点就损了 先点 他接算是亏的 然后再补 你没活 可以 冲一下 冲一下一下也行 冲他只有我 逼你那个 先把他一眼 就看清楚了 对对对 所以他 孟太宁这个也有道理 对 也有道理 但是 邱淡云 你动手晚了 什么时候你点 你是后手啊 你冲 一走 一挖 一吃一提 一接 你局部是后手 局部是后手 是吧 对 这还有些不清楚 这个笼统的说吧 这块白旗反正没活透 笼统的说 所以他从上面去 这个 这个脚出一些是非来 白旗下一条例 这例呢 黑旗关子稍微有点亏损 将来这个脚上会 有点难受 就是白旗要走的时候一扳 你一挡 他就接上 待会一路再一扳 也很难受 是的 行 他挡住 白旗92 黑旗93 冲 这个就必须了 现在从必须冲断 黑旗必须把它冲断 让白旗连上就没故事了 白旗呢就有长 一直长 一百一直长 还得长 全部连上 孟太林说的是你连上还没活 他不会是这么说的吧 这个也很复杂 下一步必须要回去了吧 这回去太大 他没回去 一百 一百零一 哇 下的很特殊 哎呀 这真是 现在年轻起手啊 至少是我和他们相比吧 他们当然现在比我强得多啊 但是从思考方法 思路 他的出发点 和整个线路来说 确实很不同 对 他 他是下起来是这样 我呢 是最早是这个 就是 我那种呢 是接近于看见目标 然后跟着目标走 所谓有地方使 哎 然后人家这个呢 这个袖子很大 他他弄出来的 这个格局都很大 你看现在是白旗 这一块没活 对 搞得不好啊 这一代黑旗增加了指令啊 这个地方的形状 他还可以搞得白旗比较难受 比如说从这一靠之类的 一靠之类的 哇 这个天原这个顶 真是太酷了 你一挡这再扎 是吧 一接 然后这一代再走 将来你整块 还真是没有完全好 可能孟太林觉得 我不能白白贴了那么多个 在你后室旁边 贴那么多个没有用 所以要让我这个贴的东西啊 发挥点作用 嗯 要进取 对你这块还要实行一点攻击 对 就是围棋很自由 很宽 很大啊 这样下来是可以的 只不过 我要说 我刚才那个 为什么我的感觉当中 没有这个呢 小球 为什么呢 依据的主要是 如果我不走这个 您在这一代 也没有多少钱 我是依据这个 就是我把你打光 是可以打光 但是我不打光 你也没多少 像这种地方呢 我就天生的就 不是第一选择人的 对 那么年轻人呢 他的第一选择 考虑的更多 就是这块也没活 那块也没活 那块也没活 究竟谁更好 不知道 只有一下子 但是我跟他们 是没说下的 一下一会儿 就稀里哗啦了 行 我们接着看吧 欣赏棋局嘛 有这些味道就行 不过孟太林 那他本来就是 比较擅长于乱战 就很 他从 就你经常觉得 不应该作战的地方 他就给你动手 给你杀出来 好 我们看这个还是很厉害 101 102 对 这个如果黑棋要挡呢 白棋搬是便宜的 邱丹宇啊 这个棋 他如果要挡的话 肯定是便宜 能不能不挡 不挡被人的充施 要断我 完全没有想到 我受到他们的棋 你必须吃 然后再连根断 还能这样 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致敬 我完全没有想到 是这样下的 原来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样吗 这有点危险 先冲吃吗 省得一会儿冲吃 吃不着 吃不着了 再吃这个 对 对 然后再扳 哇塞 小秋 你这个棋也行啊 这不行 这看起来 黑棋有点危险 黑棋有点危险 他能 白棋中间还能跑 实在你能做活的话 就中间跑出去 算了 这个是一个反面教材 最凶的下死 反面教材 黑棋那没办法 只好打 这一打 白棋是平易了 102 103 白棋 104 打尺 虎一个 他虎一个 打尺 然后再作结 105 106 哇 好样的 所以陈耀业 升华了 升华了 这个我是完全没想到 绝对 从外边去包抄 直接把它闷进去 然后来反攻这一块 对 这个骑士的格局 完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好 刚才我们说的黑棋觉得 他这个贴那么多个 他得发挥作用 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点过分 说实话 因为白棋两边 本来就很厚 人家两边都贴着你 你居然还要从这里说 进去是要攻击人 有点过分 但是你对手 也必须要有这种力 对 如果我们稍微害怕一点 补到这儿去 那就 那就完全不太 那被人家便宜了 便宜 而且总体还没活透 是 好 这个以公为首很棒 这会儿孟太林 终于暂时退一下 那这个子难道说 不怕被人家 算得很深远 这个退人家 一冲他是像什么 冲他大概就是夹过吧 夹过 对 免得他单拖这个 还有问题 白棋永远不走了 对 什么时候 碰一下 你又很讨厌 这个还是很深远的一招 这期 白棋 白棋 108 跳 这个是好棋 下一招一断 这个味道就全出来了 108 他补得够狠的 我还想着说压住算 能把人吃掉就算了 对 他这个要连骨头带肉都吃了 那当然 这黑棋 这个进攻完全失败 对啊 他等于说 让人家一手棋 补到那儿去了都 好 我们看黑棋 当然这个地方要挣扎 飞 飞 这也是对的 白棋给他盖住 抛住 黑棋 刺 这个也是形 孟太林的形状啊 这个组合的很好 力量强的棋手 他一般都有这个先天性的 呃 特点 就他形状的感觉好 是 这形状感觉好 不是说你什么逢方必点 必须做一个方案 那些是教条主义 他们是形状感觉好 怎么样都能够把这形状做得不错 对 白棋呢 当然现在就不会让他来穿这个了 所以他要加 挤压他的形状 112 黑棋 113先冲 挡住 黑棋 1123 切断 哇 这棋简直有点晕 哎 觉得晕的时候呢 陈阳也挺狡猾的 他这会儿来打结 哦 现在他打结 现在打结 实在不行 他的截子可以弃 他只要保证你屈服到这 他在吃这个 你接到这 那么 下边弹性就足一些了 对啊 行 就要吃 那么一截先提 7 白棋118 就要做截了 断掉 他现在这边的这个 断掉是截裁优势发挥出来了 对黑棋当然是这个 好 这下你这个点 我点不着了 点不着我贴在这了 对 至少我肩在这 你得后手破我眼 反正是不行了 嗯 好 你走这个 他提截 那黑棋得接上 哦 这个截只能这样 委屈的接回去 只能接回去 那么他下一条顺便把这个吃掉 你这个也只能接上 嗯 他现在还不能提 提了被人家一叫吃 如果现在提截的话 正好一吃就把它吃掉了 吃掉了 嗯 就顺手打吃 很舒服 好 白棋124 再来挤 嗯 挤在外边 里头呢 还看不清楚谁吃谁 先把外边给你挤一挤 124 黑棋125 叫吃 白棋126 跳 跳 黑棋127 提截 是吧 嗯 提截 白棋再来打截 这有截才 128 129 但是这会儿有一个问题 嗯 白棋如果提 黑棋 穿过来 这个穿过来是很想下的一招 这很大呀 太大 白棋死得很厉害 这个太大 黑棋有点吓人 这个 那白棋能沾着吃吗 对对沾着吃呗 你如果不能沾着吃 那这个故事就没意思了 是啊 沾着吃 白棋好 是吧 应该是白棋好吧 沾着吃 这个味道没有了 这里头没有味道 但这个是非常想下 就这种棋被对手吓到 这个棋手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就是黑棋 白棋都是这样啊 白棋接这个的时候 不仅很大 还是一个劫财 那边又在打劫 所以黑棋现在很想愤怒的 给他穿过来 对 木树呢 我给大家简单算一下 这个木树也很吓人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 已经有十目了 再加上这个斑的一些鱼味 可能有十目以上 如果是先手十目以上 这招棋本身就已经二十目了 本身比这个牺牲已经小不了多少了 很想下这个 但是看上去呢 小车这个一接 它没有别的味道了 没有别的味道 看下去的话 击打完了一壶就 就完了 或者就先尝一下 击打它将来有个挖 有挖 有些关子 那我就不尝这个 它就尝这个 就直接眼杀你 这样也 或者一接 一接就行了 眼杀你 黑棋弯这个也弯不着 弯了它跳回来就行 行 那看来不行 但是呢 有这个线索啊 行 我们看 它没有走这个 它是128 129 白棋130提截 黑棋131 必须还要接着打截 那有点艰苦啊 这黑棋的截才 看起来不是很乐 它是断的 这个不不感觉不好 哦 这个把白棋走活了 对 这个孟太林 看来这有点问题 132133提截 结果人家这个还是先手 这里面 这个我强烈建议他 这个一盘起码大不了是输啊 我强烈建议他 干脆把这个冲通算 他吃就吃了 然后再做别的文章 这个太损了 人家又一接 哎呦 你这个还必须要打 这个里头 结材以后也怪 你说他下一招 搬你 你走哪 是吧 你打这个 这个结材又多一点 你退这个呢 将来人家这个搬 也有先手 嗯 这很痛苦 它提截 飞机冲 白旗138 你就是打 黑旗139提 白旗 你看他这不是妖怪吗 那搬你 你走哪啊 你搬这个的话 他以后有这个 嗯 关子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打 一打 一打 哎呦 这里头好像还有点 小故事都没有 结材没完了 嗯 结材没完了 你要减少就是退 你退呢 他待会这个搬机 也有先手 这个关子极大 对 那我对孟太林的 这个提截有 呃 找接才有问题 应该穿通 嗯 穿通 140 141 白旗 142 提掉 提掉 黑旗 143 冲 对 这个是刚才可以打这个结 143 144 145 提截 提掉 嗯 白旗 146 长 哎 顶了一个 这边虽然在打结 嗯 但是说到底呢 就是这一块和这一块的死活问题 它的末术价值是算得出来的 嗯 但是这一代呢 如果出问题的话 黑旗这根棍都不行 是吧 死光 嗯 这不行 反正连根给他吃了 从这边吃掉 所以下一朝期呢 虽然孟太林是妙手 嗯 下出了局部妙手 但是呢 总的来说 还是一个亏损 这个家是妙手 对 因为你找别的 他穿通了嘛 嗯 你要防这个断点 你要接这个 他把你这个吃了 嗯 如果你要顶这个的话 那有叫吃 再一压 再一顶 这个味道太坏 而且无数的结材 无数的结材 它指定者这个 这个局部倒是妙手 对 但是还是亏了 陈彦也提 153 154 黑旗155 投出来 弯出来 155 白旗156 跳 二路跳 跳过 黑旗157 冲 158 159 是不是提节 提节了 159 对 然后白旗160 冲 哇 这个结材太多了 160 他忍无可忍 哎呦 忍无可忍也得忍啊 161 接上 白旗162 干脆把这个出来 他已经把这个冲回去了 对 这个冲回去了 太大 162 黑旗163 弯一个 孟太平很强的一手 164 不理了 先煎回去 煎回去 165 166 把这个提掉 黑旗167 煎 防贼 现在赶紧做活了 要吧 对 白旗呢 本来是提 是比较 什么的 但是他现在不理了 是不是啊 嗯 167 他 哎 也没有提节 168 是吧 他在中间长了一下 168 长 还是要钉着这个段 够狠的 钉着这个段 缓解这一块的压力 黑旗169 当然必须把这个接上 170 就打起这个 黑旗171 接上 白旗必须做活这一块 他冲 哦 冲 挡住 他这里可以做出一个先手眼 哦 174 7.5 176 还能扑一下 扑 177 178 哦 这个黑旗不行了 我觉得 这先手一只眼 接上 181 182 然后再拖底下 这个就吃不着了 你团的话人家敞了 一传鱼要死啊 只能活住 只能活住 可以吃 84 185 186 187 188 现在白旗两只眼 灯圆了 活了 啊 每一个旗子都恰到好处 黑旗呢 这有半只眼 他这一扑一挤是 只有没有眼 没有眼 嗯 那么他现在一挡是一个眼 对 他挡住 一挡就活 上面有一个眼 他就是挡着 对 189 这块还需要活 那么这一代整个这个战斗 黑旗 这地方被人家跑了 这还没活 这已经被吃掉 白旗已经活了 这已经被吃掉了 那输了 这不行 这已经输了 是的 这地方孟太林用劲太猛 可能出现了误算 我觉得刚才这个旗啊 一定要穿这个 从长计议 先把这20目拿下再送 左边全部牺牲就牺牲了 嗯 然后在金银上边 是不是这样下好 而这个 陈耀叶呢 在这个地方下得比较清楚 这个尖冲好旗啊 对 把它卷住 这个是好旗 嗯 他就那个地方 我觉得黑旗这么冲下去之后 然后白旗贴上来之后 在这一带 黑旗本身这个子就有点过分 嗯 然后当时的时候呢 已经不太好下了 就是 作为黑旗来说 因为你要直接自己度过呢 又不太肯 然后呢 想对人家动手呢 人家一反击 你也没有好的办法 嗯 确实当时呢 摆起形势比较好一些 嗯 可能像王老师那样 比较缓和 先不要走这个 直接进去 不要走这个 不要急 我建议他不要急 嗯 嗯 对 但这个也说不清楚 他呃 因为现在经常出现非常激烈战斗的场面 而这个场面呢 经常我们旁观者一眼也看不清楚啊 对 希望当局者他们是很清楚的 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要不然就不会出现 有一方明显吃亏的 是吧 那么主要就是啊 进入这种场面的时候 虽然带给我们很多棋局都很精彩 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们呢 他还是要总结一下 嗯 就是有些时候呢 你这个一身浑身都是武艺 这个是很好 但是在什么地方作战 什么地方招力啊 嗯 还是多斟酌一下 是不是啊 还感觉他们浑身都使不完的劲 使不完的劲 对 然后到处都想对人家动手 对 确实现在起的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特点 就是把对方的这个 生和死的线索盯得很紧 嗯 就是你 哪怕你这块棋规模比较大 但是只要你没有两只铁眼 嗯 他的对手是没有放弃的 他是盯着的 他惦记着的 对 你看这盘棋就是什么 这块白棋 按理说呢 也是觉得问题不大 但孟太林这个进去啊 这个进去啊 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 嗯 他不是仅仅想着这个问题 他是想着战火 是不是烧到这儿 对这块也有些影响 对 是的 而他比较少的考虑了 这个地方我就算不进去 对方也没有钱 而我们呢 像我这样的思考方法 就是总是想选那种什么呢 对方看上去又有一些空 我一打进去之后 对他又可能有些伤害 在这种地方才会进去 如果对方的空很小 他有破破烂烂的 我都不想去 如果对方空比较大 但是他周围没有什么毛病的话 我也不想去 嗯 等于就这个 那显然我的思路就太紧 这个范围就窄了 嗯 那么年轻人他就宽 敢想敢大就宽 对 只不过建议他们在宽的同时 也要自己总结一下 有些时候啊 太宽了 按下了葫芦 飘起来飘 也不好操作 啊 好 我们再看几张 还有没有啊 他这底下呢 还继续进行 那这个结就算是 黑棋打赢了吗 189 白棋190 是不是应该提结了 他接触了 哦 接触不打了 不打了 陈一也算清楚了 不打结也行了 冲 你冲的时候 他接上了 他不度过了 190 191 192 黑棋193 当然速到底 白棋194 再叫吃 他这个完全算清楚了 嗯 你必须接上 你要杀的话 必须接上 对 接上的话 他团 他走在这儿就行了 对 在这儿好像杀你了 哦 他走在这儿 你经济独立 这样 杀你 这个也是杀你 你刚才如果不接着 你提这个呢 单提 单提 单提他也是走这个 对 你接他也紧气 哎 这双活了 这双活 双活是不是白棋 双活 双活那还能下啊 双活还能下 那就是双活呗 嗯 交朋友就是双活 对 是不是啊 交一个朋友 做一个双活 双活的话 白棋末数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还可以 刚才 我们来看看 中间这个 得的还是挺大的 双活 你接住 白棋 这个走不走都行 其实不走的 就是关子 因为你走黑气 可能不走 对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二十木 哎呦 跟这个穿通一样的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看起来那么多子啊 这个黑棋 如果白棋不走呢 黑棋可以打结 但是这个结 他自己先通一走 对 所以白棋现在不能走了 因为这一代太大 这一代啊 你比方说 哦 这还有一些招法 我们待会再给大家打 比如这些都是很好的 一拖 这一拖 你几乎只能走这个 是的 那么这样我们来判断一下吧 二四六八十十二 这个十四十六 对 这个棋应该挡得住 挡在这儿 挡在这儿这样就成打结了 要打结就打 他说要打就打 不怕 不怕 198算了 黑棋一看 从长计议 还把这个BOSS 这个杰菜也多 19928 挡住 把这个吃掉 吃掉 这样他的是吃掉 看黑棋这块能够做多大 孟太宁必须把这块做得最大 然后他长 黑棋再扳 因为他要防这些 因为有了这个的帮助 再点三三就不容易死了 现在你点三三 他可能要全部 全部吃你这一类的 那肯定了 不吃绝对不够了 所以他就扳 这就是最大限度的 把这个空围上 黑棋在白棋扳的时候 挡住 黑棋叫吃 白棋本来退一个也行 成要在这儿叫一下劲 他就说这地方一定要下成这样 多一幕一幕半 多一幕半 而且多撞一气 这点出来将来一挤 差很多 这样人家有叫吃 但这个叫吃他倒是不怕 来棋 一接 他在于挡住 他一叫吃他就接上 来棋扳 210接上 黑棋 他还要欺负他 对 欺负他 这个是寻找认输的台阶 这个其实是非常无理的 这个地方补都不知道怎么补 大概要补这个吧 但是这个孟太林 他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他毕竟是主将之战 而且联赛 这个可以 坐在那里 总是对大家来说会好一点 毕竟还没有站起来 对 这样是输起了 输起了 那么最后再给大家摆几招 这个是一个壮烈的办法 斑 那么白棋下一条 一靠 很明显的 黑棋 213 对 局部这也不好走了 看起来这个虎呢 想看着中间 白棋得有一点弱点 有一点弱点 但实际上没什么用 对 白棋一斑 他认输了 这地方是没有棋的 小秋给大家摆一摆 假如说点这个 点这个 是怎么回事 点这个的话 白棋简单接上就行了 我下最简单的一个 因为这已经死掉 对 所以这块棋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跟白棋杀气 简直是根本不用想 人家外面也有七八气 对 对 他这个是 他不行 寻找认输的台阶 对 这也是 就是围棋感觉当中的一种 就是战时比赛的话 这以前给大家讲过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这篇棋还是很好 但是确实孟太林呢 刚才我们说了 陈耀夜在接触战当中 看来有升华 本来水平他就比孟太林高嘛 对 年龄也长 水平也高 孟太林呢 这个有点穷兵独武的感觉 我们非常理解他 他想要做一些挖掘 从这个地方 但是还是太过了 下边这一代 续盘阶段的战斗当中呢 我们发现陈耀夜九段 在这两个独特的形状当中 他设计的这个组合 设计的非常好 对 我觉得这个下法是大家完全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对 很容易在实战当中用到 对 很实用 对 他飞起来之后呢 即使人家各种招法把你罩住 他也从底下二路先把关子一便宜 然后就搁那 对 如果一定要说一点 哎呀 你黑棋不要跟着白棋走 你要是明察秋毫的话 能不能躲开呢 可能在白棋第一个次的时候 黑棋可以考虑病 哦 鱼形病 你必须接 对 然后在天上顶 反问你的应手 可能是这个办法是不是好一点 这个现在起走就不拿下来了 各位起有有心者 那就请大家回顾一下 刚才白棋点刺 他不是接了吗 那他也横碰吗 你一尝他这给你顶过来 他顶出来了 所以在他第一时间碰这个的时候 你先给他来一个 这个大智若鱼的一手 用俗手来双刺 他必须接 再顶 对 他要挖你就打吃了接上 这一带有点味道 他要挡你已经防这个段了 现在该你下 你就把这个搬起来就行了 对 斩草除根 主要是这边白棋 把他顶了火出来 这个还是很有战果的 对 不是说这一火出来 好像这棋就大优了 也没有 对 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顶尖高手来说 我觉得这一带白棋 还是比较满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靠完了之后好像要搬 这个棋啊 按照他的势头要搬 而不是退 就退松了 但全局形势仍然很难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 不要着急 要从这儿进去 太紧张了 要从这 对 这的 因为盯着他这个段 是 让他这个班都来不及 那么他要补 他也补 你再把头撬起来 这地方先胜利大逃亡 然后待会儿再想办法进去 可能这样下 是不是从容一点 对 只要慢慢下嘛 不要一下子太着急 对 当然孟太林 这个下法也必须要靠对手 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够较上劲 是 不然的话 像换一个对手 咱们这些 倒也被他冲得稀里哗啦了 陈耀叶呢 这个反肩冲 哇 反弹琵琶 这个招棋 下得好 挺狠的 普普通通的下法不好 他得逞了 整个这个白棋都不活 他反弹琵琶这一招 一出 孟太林一看 这个劲儿使不上 这个下得好 那这盘棋呢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 直白的陈耀叶 中盘战胜了孟太林 为中信北京队呢 夺得了主将的宝贵一分 那么具体的这些成绩呢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 有棋迷朋友们 比较关心这个联赛的结果呢 您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那么就是 在本轮之前呢 排名第一的是杭州队 第二名是重庆队 第三名是浙江队 就去年的升班嘛 杭州队跟浙江队 今年就 前四轮发挥的 都非常出色 对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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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